真的就是在音樂打電話給寶儀介紹 寶儀介紹 因為他的聲音聽起來 你快要死了 我覺得那個盲就是救命的盲 他超帥的 根本就是俠女 沒有冒充 俠女尊寶儀 使命必達 他們兩位雖然不是那種 很厲害的那種唱歌的歌手 但是每一首歌 我們不是很厲害的唱歌歌手 四座人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雖然 四座人 四座人 四座人真的有 開始了啦 開始了 開始了 露露尾牙唱 應該有爆震了吧 有比去年多 因為今年多了很多實體的 20場 沒有啦 沒有沒有沒有 15 10場下巴 以前的我真的會狂街 但現在我會覺得 還是四娘愛狗 因為你才是自由的 不是 是因為我覺得要留得青山寨 因為我前面幾年 我真的太狂街 然後狂街到就是 有時候會直接真的病倒的那種 然後 所以我覺得 那前幾年就是 病倒的過程 我還真的曾經求救寶儀姐 因為我已經沒辦法去主持了 然後 要跟 常常說對不起 一定要找到他們 願意接受的女主持人 然後就便 便尋不著 然後搬出 出圖可以請寶儀姐 然後我就OK 然後寶儀姐 一同跳他人 你原本還在哪裡 寶儀姐 他還在寶儀姐 他改機票 然後一落地到台灣 然後就去訂裝換衣服 然後他就上台了 為了我 那時候我們好朋友一起 那時候我們還 不熟喔 你為什麼敢開這個口啊 而且還不只一次 然後他就說你在趕在 你年末趕在跟我這樣接工作 你給我試試看嗎 我要用我的錢 然後去叫他主持 然後他又要從節目 再飛回來改機票 就是 這個恩情 現在好好懷 你要 我相信你是不會想要 薄金包的人 因為他的聲音聽起來 你快要 就是不行 就是不能聽就是不行 真的就是在 音樂打電話給寶儀姐 寶儀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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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這個聲音 所以那是妝的嗎 沒有 你那時候的身體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太累了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很像 我朋友都以為 我家裡有見錢 在接工作 我覺得那個忙就是救命的嘛 他超帥的 好 你跟我講 大概是幾個人的 然後什麼類型的企業 然後大概是幾秒幾點時間點 然後去了 好 OK 那你就 接下來就是交給我 那你就去休息一下 超帥的 對 根本就是俠女 沒有辦法說 俠女 尊寶儀 使命必達 要不然今天一開始 那個電話就一直響 不要 請大家 請大家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對 有事不要打給我 不是屎娘愛狗 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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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